第31题 如右图所示 此电路装置有三个规格相同且均可正常使用的灯泡L1、L2、L3 开关S1、S2、S3、S4均为断路状态 若导线电阻忽略不计 则按下哪些开关接通电流后 只有灯泡L1可正常发亮 其他灯泡不亮 灯泡要不亮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断路、一个是短路 比如说 现在的X2是打开的 断路状态 那么这样L2就是断路 它就不会亮 那么如果把S1给它按下去 接通的话 L1就会变成所谓的短路 那它也不会亮 所以现在题目要求 只有L1会亮 所以我们的S2跟S3都必须断开 保持所谓的断路 让我们的L2跟L3都不会亮 那么S1不可以按下去 因为按下去的时候 L1就会变成短路 它也不会亮 所以只有我们的S4可以把它按下去 让它形成通路 这样才会有电流 灯泡才会发亮 所以只有按下S4而已 其他的呢 都要保持断路状态 所以第31题问我们说 则按下哪些开关接通电流后 只有灯泡L1可正常发亮 其他灯泡不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S4 我们答案选的是C S4